大家好,我是阿米 在美国最重要的两个证件就是驾照与社会安全卡 在美国是没有身份证的 驾照就好比是身份证 而社会安全卡就好比是身份证号 驾照是要随身携带的 社会安全卡号我们需要记下来 来到美国生活的朋友都知道 在美国没有车是不太方便的 因此很多人都会买车 那考驾照也就成为了很必要的事情 虽然国际驾照可以使用一年 但在美国除了开车需要带驾照 其实生活中的很多地方都需要带驾照 比如说银行开户 进出酒吧 办理图书馆的证件 搭国内的班机 住酒店都可以用驾照来证明身份 因为驾照上有我们的相片可以用来识别身份 那如果呢听到有人问您 可以出示身份证吗 那这通常呢就是要看您的驾照 在驾照考试之前呢我们需要准备材料 那每个州呢都有自己的驾照 但是准备的材料呢基本是一样的 您可以上您所在州的监理所网站上查询 那在纽约考驾照的程序呢看似不是那么太困难 但其实呢也不是很简单 要准备的东西是很多的 而且呢纽约州的DMV总是有很多人 对于不具备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来说呢 那更是麻烦 因此呢也会花相当多的时间 在等待与重新再来一次上 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就会搞得人很头痛 所以了解这个流程呢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然呢我们只能多跑几次冤枉路了 考驾照的流程呢是这样的 第一步我们必须到DMV参加笔试考试 考试通过后呢会获得一张学习驾照 取得学习驾照以后呢 必须到驾训班学习五个小时的pre-license课程 之后呢会获得一张学习证书 然后呢是上网安排录考的时间 考过后呢就可以得到一张纽约州的驾照了 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说驾照考试中笔试的准备 那在纽约州呢必须准备好您所需要的材料 才能到DMV去申请考取驾照 首先呢考驾照要提供社会安全号 那如果呢没有社会安全号 我们要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不用担心 纽约州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美第九个 不要求驾照申请人提供社会安全号的州了 那没有社会安全号的人呢 去社会安全局窗口出示我们的护照 解释呢我们要考驾照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无资格获得社会安全卡的信函 那通常呢没有社会安全号考驾照还是比较麻烦的 需要提供的材料呢其实更多 所以呢其实最好还是申请完社会安全号再去考驾照 是比较方便 那第二个呢是要准备六个点的材料 那如果不知道各类材料的点数呢 我们可以到当地的DMV领取一本纽约州驾驶员手册 通常呢纽约州的DMV办公大厅都有提供可以免费的领取 另外呢网上也可以查到银行卡是易点 但这个银行卡呢是要求在美国开户的信用卡和借机卡 接下来呢是学习交规和做小测验 纽约州的DMV考场呢大都提供中文考题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高兴的太早 因为其中的汉语很多语法的翻译呢都是不一样的 有人说是台湾语法 有人说呢是美国人翻译的 读起来反正是挺怪的 但通常呢去法拉盛的驾训学校都可以拿到中文题库 中文考试的好处是DMV题库里的题目呢不多 而且呢不会再更新 所以呢把题库里的考题复习一下就可以了 但其实呢英文考题也很容易准备 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考题都是DMV题库里面的 只要熟悉一下通过考试也没问题 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在网上学习交规 我们可以在DMV网站上找到驾驶员手册 其中呢一共有12个章节 每一个章节后面呢都有一个小测验 阅读完每一个章节之后呢 把这个小测验做一遍就可以了 而且呢建议大家都认真的阅读一遍驾驶员手册 其实里面呢有很多的规定与大陆的交规是不同的 开车上路的时候呢 美国人会按照交规的规定来判断您的行为 如果呢不知道美国的交通规则 就可能造成别人的错误判断 从而呢造成事故 或者认为您是野蛮驾驶 那今天呢关于驾照考试的相关信息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下期视频呢继续为大家介绍 比试练车以及驾考等方面的事项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